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齐国的地理位置来看 身为异性的江子牙 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样受重视 但齐国在随后的数百年里 却如疾风骤雨般迅速崛起 并晋级春秋手霸 这就不得不提到管仲 这位古代经济大师的超前思维 以及类似凯恩斯主义 在先行的实践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齐桓公和管仲都算不上贤者 桓公自诩三好 极好吃 好甜 好自 管仲则是一个逃兵和失败的商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活宝 却开创了齐国的霸主纪元 并且留下的治国思想汇集 如今 周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中游 这里人口稠密 土地肥物 而彼时的山东半岛却荒僻偏远 属于未开发的门 荒之地 这一点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 福建 但也与2000年后的改革呈现出共同的特点 观念的优先 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殷商时期的社会要比后世更加重视商业 西周建立之后 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 认为使民众热衷工商 而荒废了农业 造成民心浮躁 国际不稳 自此以后重农艺商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但显而易见 管仲走的是一条与周天泽完全不同的道路 齐国对商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农业 比起其余诸侯国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早年间经商失败 但这位政治家显然明白商业的盈利能力 远远大于农业 而振兴工商 则是实现复活强兵最便捷有效的途径 展开全文齐国地处海滨 于盐之夜甚为便利 但远离中原腹地 符合吸引天下商家 便是摆在管仲案前的第一个难题 为了刺激市场 管仲规定于盐等物可以自由出口 关爱只做登记 而不予征税 外国商人 来齐国做生意的 来一辆车的提供本人食物 来三辆车的提供马匹饲料 来五辆车的提供差异仆人 结果 很快便形成了 天下商家归其若流水的局面 甚至战国策记在齐兜林子连任成为 举媚城墓 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那么 可能有人会问 实行低税率吸引商家 商人们是来了 税收岂不是依然原地踏步 如果这样想 就再来看一组数字 单以林子为例 居年高达三十万人 而同时期 西方最繁荣的雅典不过五万人 有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 即便是税率再低 也架不住规模大 所以 齐国的富有 在当时来说位居各国之冠 而且 管仲在替国军敛财上 手段极为高明 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不 就不再对不征税 而征之以原材料麻 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不 就不再对不征税 而征之以原材料丝 这样一来 不和不就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 而暴涨十倍不止 最终获利的还是国家 取之于无形 使人不怒 尽管只有简单几个字 但其中包含的智慧 却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古代 只要一个人活着 他的生活就离不开盐和铁 那么只要国家把出铁的山河产岩的海垄断起来 是问你 除了向官方购买盐铁之外 又能向谁购买呢 而接下来就简单了 万成之国人口千万 如果征收人头税 每月至多三千万钱 而且民愿沸腾 如果将税收加在盐价里 每月少说可得六千万钱 而且无人可知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管仲的狡猾 后世以勤俭为美德 而管仲是极端享乐主义的代表 这个人不仅生钱就占据两座宫殿 而且死后也理费甚举 管仲的想了 显然不单是为了纵容感官 实际上 他有自己的理论依据 蔡奇看来 持有富裕的人不断消费 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如果大家都不消费 就会造成伤险流通的减少 一级检责伤势 他曾提出 年岁凶欠的时候 国家不仅不应该减少开支 反而要大修公事台协 并且优先雇佣失去家产的赤贫者 单就这一点来说 是不是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 有一曲同工之妙 而在管仲留下的种种记载当中 尤其令人称道的 就是 以商使战 尽管齐国赋予无比 军队装备精良 但管仲却极少用兵 甚至终还工一事 齐国也只是消灭了谭 最两个小国而已 与武力打击相比 管仲更乐意使用商业手段 当时鲁 梁都是东方大国 且两国民众善于肢体 这种光滑厚实的私质品 可以裁剪服装 但价格昂贵 管仲建议还工及贵族带头穿体 很快普通民众也争相效仿 有齐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 鲁 梁两国的体 开始供不应求 但奇怪的是 管仲一面大量进口体 一面沿进本国百姓生产 很快 鲁国和梁国的百姓荒废了农时 梁家暴涨 此时的管仲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他下令封锁关口 不准在井口一撇体 我可以不穿漂亮衣服 但你不能不吃饭 结果 鲁 梁直接崩溃 国军不得不前世修好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毫无疑问 管仲的经济思想是超前和独到的 但这种和平称霸的策略 最终没有贯彻后世 进入战国之后 以武力吞并为手段的军事冒险 显然 效果更为明显和直接 这位古代的凯恩斯主义者 也最终为暴力所取代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